小雪说电影专注好电影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雪 你见过会说人话的星星吗 你见过骑着骏马说那加特林的星星吗 你见过拥有超高智商的星星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科幻电影 星球崛起二 也是星星系列的第二部 故事发生在第一部的十年后 那个可以让星星智商提高的病毒 却导致人类迎来了灭顶之灾 仅仅十年的时光 全球已经被感染 人类死亡90% 生活在森林中的凯撒 带领星星大军在这里和谐地生活着 而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兰蒙 前家无事的星星们 时常在森林中进行狩猎活动 而当年那只会比手语的黄毛星星 则当起了幼儿园老师 他教会小星星们识字 以及团队精神 这时传出了一个好消息 凯撒的妻子又给他诞下了一个小儿子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地依偎在一起 由于长时间没有见过人类 凯撒他们猜测 或许人类已经灭绝 这天 蓝毛和小伙伴在森林中玩耍 却意外遇到了人类 面对突然出现的星星 男人惊吓地逃出枪防身 双方互不相让地对峙着 小伙伴想上前劝解 去把男人砍桥打中 听到了枪声的凯撒 指挥族人们前去查看 这边 男人打出星星后 也叫来了同伴 可下一秒就被凯撒他们包围住 星星们看见同类受伤 开始愤怒 凯撒努力平复着他们的情绪 人类队伍中的有个聪明人 科姆 看出了凯撒的行为 他走出队伍 向凯撒表示友好 善良的凯撒 不想与人类有过多接触 怒吼着 让他们离开森林 看起星星居然会说话 众人吓得连忙逃走 凯撒面临库巴跟踪他们 想看看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 库巴一路跟到了 曾经战斗的桥上 看着那些人 进入了对岸的营地中 回到营地的众人遇到前来询问的头领 福斯 原来科姆等人是去森林中修复水坝 但是福斯根本不相信他们所处的遭遇 库巴返回到部落后 向凯撒讲述了人类的现状 他提议 先对人类下手 黄毛表示 目前还不知道人类的装备情况 最好先按兵不动 凯撒则表示 一旦发动了战争 数年来建立起的家园 将会遭到破坏 但是激进派库巴还是坚持着 因为他从小就在实验室里长大 见识过人类的残忍 对人类一直怀有仇恨 无难的凯撒 次日带领着大军 来到人类大本营前 众人看见乌泱泱的星星大军 惊慌地拿出武器 福斯这才知道 他们可能捅了星星窝 科姆走出营地 来到大军前 试图和凯撒谈判 凯撒骑着高头大马走了出来 对他威严地说道 人类最好不要再进入森林中 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兰谋一把小队掉落的背包扔了回去 随后大军返回了森林 可营地内的人们知道星星的厉害 开始恐慌起来 福斯连忙安抚群众 说我们有大量的武器可以自保 还说森林中的水坝 可以恢复营地内的电力 科姆拦住福斯 要求给他三天的时间 他去森林中和星星谈判 能不动用武力最好和平解决 福斯同意了 但是他表示 一旦三天内没有结果 他会带领人前去对星星发起攻击 科姆的妻子是一名宠物医生 他得知科姆将要前去森林后 便决定和他一起去 几人冒着大雨开车来到森林外 科姆让司机在这里等着 自己来到星星部落 很快就被守卫发现 把他带到凯撒面前 科姆克制着内心的恐惧 再三保证 他们只会在这施工 并不会打扰星星们的生活 凯撒同意了科姆的进求 科姆返回到森林外车队 让大家帮武器交出来 这样星星才放心让他们施工 晚上星星们砸毁了人类脚上的武器 库巴不甘心 还希望凯撒能杀了那些人 甚至挑衅凯撒的权威 凯撒用实力让库巴不得不臣服 但是内心还是有所不甘 他趁着夜色带着几个手下来到人类营地 库巴在营地内发现了大量的武器 不巧还被一名士兵发现了 库巴吸热地利用装风卖傻才逃了出去 这边的施工队一味意外 工期不得不延长 凯撒的小儿子跟随着凯撒做起了监工 科姆妻子非常喜欢这个淘气的小家伙 他跳到一个箱子上玩耍时遭到了取杆 兰摩跑过来保护自己的弟弟 谁知那个人从箱子里拿出一把枪 凯撒一下子就把男子摔倒在地 枪支的出现让凯撒愤怒不已 认为是人类已经失戏 命令科姆他们赶紧滚蛋 拨死心的科姆和妻子准备再去缓和关系 两人来到凯撒家里 发现凯撒的妻子已经病重 奄奄一息 科姆妻子表示 自己这里有抗生素 可以救凯撒的妻子 凯撒专于松口 同意他们再留一天 为了能让人类快速完成施工 还让手下的惊喜们帮助他们 科姆回到小队后 把那名拿枪的同伴锁进了车里 不让他再出来捣乱 这时 库巴也赶了回来 他看见族人居然给人类帮忙 对时怒火重伤 他对凯撒发泄着内心的雾门 并质疑凯撒 身为首领 哪能容忍别人挑衅他 很快两个星星就撕打在一起 凯撒很快就占据上风 库巴被打得鼻青脸肿 最后不得不认输 但是背地里 库巴有了一个计划 他面临自己的手下 不准告诉凯撒 人类拥有大量武器的世界 库巴还诱导蓝谋 让父子俩有了隔阂 然后库巴大摇大摆地 来到了人类营地 他继续装忙卖傻 瞅他百出 确速赢得了两名看守的信任 库巴这两人不被 抢过枪 打死了二人 这边的水坝也修复完成 科姆和凯撒相互握手 他们都认为 只有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 两个种族就可以和平相处 与此同时 库巴带着抢来的枪回到部落 看见被锁在车里的人 揪出来让他顶着盒饭 凯撒带着科姆等人 来到森林的最高处 看着对岸人类营地的灯光 身体恢复的凯撒妻子 也走了过来 看似美好的一幕 下一秒 迎来的悲剧 躲在黑暗中的库巴 让手下点燃了部落 自己偷偷地爬上树 凯撒发现了他 但是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只能想到 库巴拿出枪 对着凯撒就是一枪 凯撒带着不可置信的目光 从悬崖上摔下去 蓝某赶到树上 也只发现了一把枪 他怀疑是人类杀死了父亲 黄某看出这是阴谋 他让科姆他们赶紧离开 库巴趁机走出来成功篡毁 他以为凯撒报仇的名义 召集队伍 准备进攻人类营地 而此时 人类这边正因为宠户光明 而庆祝狂欢 库巴带领同类 兼冲向武器库 便跟手下发发着枪支 福斯这时也发现了 新鲜的动作 面临拉响警报 进入战斗状态 这边疯狂的星星们 骑着巨马 手拿机枪 将人类杀去 一时间 双方伤亡惨重 发现地面上 进攻不占优势 古巴面临一支赶死队 爬上高处吸引火力 他们在地面上 趁机占领人类的阵地 战斗持续了一夜 此日 科姆和妻子 在森林中寻找车辆时 发现了倒在草丛中的凯撒 幸运的是 凯撒还活着 科姆带着他回到车上 这边 库巴正带着部队打扫战场 并灭了一名手下 杀死还存活的人类 即使 这名手下却迟迟不肯下手 脾气暴躁的库巴 拖着他来到楼顶 一把就把他推了下去 赶来的星星们 看到这一幕 擒口万分 库巴怒斥他们 现在他是新的首领 都得听他的 原来 他为了让族人们服从自己 杀鸡敬猴罢了 科姆带着手上的凯撒 放回人类营地时 路过了一栋小楼 凯撒让停车 原来这就是凯撒 曾经长大的家 科姆把凯撒带回房间里 妻子提议 必须马上手术才行 于是科姆就决定 潜入营地 拿出手术需要的工具 因为他知道 只有凯撒能结束这场战争 在库巴的命运下 所有存活的人类 都被关进笼子内 就像人类曾经 对他做的一样 莱姆发现一些同伴 也被关了起来 黄毛也在其中 因为他们一直中于凯撒 所以库巴把他们也关了起来 科姆小心翼翼地潜入营地 在家中找到了手术箱 在离开时 他遇到了兰谋 科姆认出了 他是凯撒的儿子 就告诉了兰谋 凯撒还活着的消息 兰谋跟着科姆来到小楼 看到兰谋的到来 凯撒也知道 妻儿是安全的 也就放下心来 凯撒告诉兰谋 是库巴大伤的他 兰谋大吃一惊 这才知道 一直以来他都被库巴所骗 父子俩重亏于好 在科姆和妻子的努力下 手术很成功 兰谋将库巴的所有恶行 都告诉了凯撒 并提议自己回去当卧底 兰谋回到营地后 悄悄地与黄宝传递消息 一晚在兰谋的包住下 终于凯撒的星星们逃了出来 顺便也放了被关押的人类 伤势好转的凯撒 来到小时候生活的阁楼 怀念着曾经的家人 通过窗户 凯撒看见了逃出来的众多星星 为了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 他决定当晚就行动 在科姆的带领下 他们通过下水道潜入进去 这时星星们发现 凯撒居然还活着 纷纷聚拢起来 库巴在顶层和凯撒对峙着 他坚信在自己的带领下 猿族会越来越强大 凯撒拖着受伤的身体 和库巴打坐一团 拟来窝网中 库巴也被打伤 所有的星星 关注着两个王者的战斗 这时逃出去的福斯 趁机引爆了早已埋葬好的炸药 看着被建筑物压住的同伴 凯撒率先放下争斗 展开营救 而库巴却趁机捡起枪支 对凯撒一通扫射 全人不顾其他同类的安危 凯撒趁库巴分神 一个猛扑将他撞下高楼 库巴竟有一只手 紧紧抓着铁蓝边缘 为了生存 他开始和凯撒的感情牌 凯撒抓住他的手 说他根本不配做首领 然后就松开了手 库巴从高空坠落而亡 这场战争也就此结束 但是科姆告诉凯撒 福斯已经向外界军队求助 人类的援军正在赶来的路上 看来故事远远还没结束 本片上映后 独得当年票房冠军 受到了广泛好评 故事情节也非常感人 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科幻电影 小雪强烈推荐哦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未尽 请关注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会